女人是一只浅色阿凡达 不仅眼睛大鼻梁高 而且本人还十分的温柔 可她的儿子却奇丑无比 不足一米的身高下 长着丑多的眼睛和奇怪的五官 每年圣诞节 他们都会把自己装进礼物盒 偷偷跑到别人家门口 男人高兴的把礼物拿进屋 他不知道的是 箱子里居然装了一只怪物 等男人睡着后 怪物从箱子里爬了出来 打开门让兄弟两人进来 接着开始在屋子里疯狂的捣乱 男人听到动机下楼查看 突然发现三个猪乳怪 吓得男人立马清醒 赶紧回去拿电话报警 可是为时已晚 猪乳怪抓住男人的双腿 把男人拖回了客厅 等到警察赶来时 猪乳怪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有被猪乳怪破坏成废墟的客厅 细心的警长尼克发现 礼物是有人从里面破开的 并且地上还有吃剩下的蛋糕 于是尼克来医院找到受伤的男人 他被三个猪乳打成了重伤 看到警察男人马上说出了实情 尼克这才得知 原来三人是格林童话中的猪乳怪 这种怪物喜欢吃蛋糕 并且每年圣诞节都会随机挑选一家搞破坏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的妈妈居然是一只美人鱼 没多久 猪乳怪再次搞破坏 正好被路过的尼克发现 两只猪乳怪看到警车立马逃跑 剩下的那只还在房顶偷东西 看到尼克他急忙扔出手里的娃娃 结果一个媒站稳掉了下来 现在评论区输入推荐省份 就会出现家乡特色美食 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猪乳怪便没有屈服 反而开始向尼克攻击 跑在小黑藏在的墙后 一瓶子砸在了猪乳头上 随后两人把猪乳怪带到狼叔这里 醒来后的猪乳怪想要逃走 结果被尼克一拳重新打晕 为了防止猪乳怪逃跑 又给他打上两斤的麻醉剂 随后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尼克询问狼叔猪乳怪还原的方法 狼叔告诉他 猪乳怪只会在上诞夜活动 并且喜欢吃奶油蛋糕 只要有奶油把它们引出来 再让他们睡一晚上 就会永久还原成人形 于是尼克花了一天的工资 埋下了整个蛋糕店 然后把壮满奶油的卡车停在了房子门口 又把蛋糕摆成直线 一直摆到猪乳怪家门口 没多久 猪乳怪果然上当 睡着蛋糕钻进了奶油车里 狼叔立马关上车门 把三个人牢牢锁在了里面 现在只要等待一晚 就可以看看结果如何 第二天一早 大家紧张地站在车前 不知道猪乳怪会不会恢复正常 好在车门打开后 猪乳怪吃完了所有的蛋糕 项毛也变回了原来的模样